我燃整個小海丹 誰這麼敢動張曼霖 是老闆 張曼霖來 開門做生意 來的都是客 老闆 沒事 沒事 老大還活著呢 真是擔战 除了他還能有誰 發現整個小海丹 誰敢動我舍腕臉 兩口棺材四個人一口 送到清口碼頭即可 張大哥 這樹林裡邊煙燃燃燃的 殺死了 殺死了 死去的六位弟兄 致命傷口齊整俐落 其中二人一刀毙命 你告訴大家 這個籌碼是從何處發現的 死去兄弟的身下 再告訴大家 這個籌碼上寫的是什麼 原大 潮州會館的人 縱觀車 過品丟失 還搭上了八條人命 今日不找住凶手 日後的上海灘 日後的上海灘 很有規矩和王法嗎 你說這個小瓷樓 是不是吃了凶筋豹子了 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簡直是不知死活 您居然笑得錯 老三 這是在勒搭我們 我小的呀 心裡講得非常明白 那你笑什麼呀 有意思呀 笑話 放點上海灘 只有我這碗的要別人的命 這個小瓷樓居然說要我的命 所以好笑嘛 事情犯妥了 大哥放心吧 明天除非他不來 否則的話 他就是齊天大勝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有點意思 竟然敢明目瞭瞭地向我們三個要錢 我倒是覺得這眼花不是長什麼匹夫之勇 現在是有備而來我們要交官小心 老四 我跟能打個賭好不好 明天如果他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把錢都拿走 而且還能全身而退 以後 我叫農二哥 能叫我三弟好不好 時間已經到了 這個小瓷樓跨是不敢來了 先把人拿了再說 快 你們幹嘛抓我呀 你跟著搗什麼亂 先打一段亂那怎麼回事 錢呢 我跟著搗